恭喜拜仁得冠 他们这次夺得了欧冠的冠军 在这个漫长的赛季里 他们终于笑到了最后 为这个赛季花上了圆满的句号 那么随着欧冠冠军得手 他们也获得了本赛季的三冠王 另外两个冠军是联赛冠军 德国杯冠军 如果说拜仁对国内赛场的统治力 拿下国内联赛和杯赛的双冠实属是一般 那么在竞争激烈的欧冠赛场上 独冠是非常难的事 拜仁现在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他们只有11次打进了决赛 6次夺得了欧冠冠军奖杯 那么这次夺冠之后 他们就追平了利物浦的6次 剩下的两支球队呢 分别是黄马的13次和AC米兰的7次 在全胜夺冠的道路上 火力全开 拜仁他们打进了43个球 但是距离1999至2000赛季的巴萨 还有两个球的差距 不过这次因为疫情的影响 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 就变成了单场淘汰制 所以43球也着实不易 拜仁慕尼黑在2012至13赛季 还有这个赛季分别获得了三冠王 那么巴萨也是两个赛季夺得了三冠王 在这个次数方面 他和巴萨打成了一个平手 那么本赛季在四分之一决赛上 一场8比2的巨大分差 把巴萨挑落马下 是不是也意味着 这次欧冠的同志全的交接呢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击右边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期订阅小铃铛 感谢观看